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 虎部介绍的 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71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SS的92号准星 我订的那一款呢 是跟Hara一起订的 但是卖家呢 说目前还没有货源 所以要我等 那我今天呢 下午呢 抽了一点时间 去一趟Toy Slots 去反斗城呢 买了一个实体回来 Hara目前是 比较难买得到 价格也比较高 那我终于的话呢 也是可以 赶快的把92号 给做一做了 那我把先前第四集 跟第五集推出的模具呢 一同拿出来 跟这次的SS做对比 果然做SS系列的玩具呢 有时候很头动 就是我必须去 把老物给翻出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 右手边的这款 这是边境第四集的 五人包 金图版本的 一同那个Cross Harris 它的涂装来讲的话呢 会比美版 还有日版都会好上 非常的多 那这款玩具呢 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一个门板手 从侧边来看 就完全看不到手了 而且它的这个软胶啊 部件呢 久了之后呢 可能会断掉 而且它是这个的话呢 短转 你只要部件 必须插进胸口啊 插进去里头 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 那这个久了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 损坏的一个风险 而且它的一个背包啊 这里主要是这里特别的巨大 这个情况的话呢 到了第五集呢 啊 一样是属于一个肩膀以上 非常累赘的一个样子 那第五集的时候呢 已经在模具上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至少这个门板手不见了 但是第五集的模具 普遍那样做工很差 非常的松垮 包括我手上这一款也是一样的 各种的一个松弛的一个状态 而且涂装可以说是非常的 朴素吧 这整个就是一团的一个绿色 但是说实在话 第五集的这个准薪也不容易买到 它的出货量就是一直都很少啊 直接的啊 就是直接就是价格一直没有下来过 那我们今天的SS这一款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三个家伙的绿色 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以质感来讲的话呢 当然精涂粉的这个绿色 还有各种身上的点缀是最好的 最OK的 但是它的模具本身的问题毛病是比较大啊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主要就是弄第五集的模具 稍微做个对比就好了啊 一旦肩膀上的两个轮胎不见之后啊 这整个被整个神物的上半身就漂亮了 然后它的一个披风的部分啊 应该说是这个斗篷的部分 第五集的部分呢 主要是在人物的侧边 但这一次的话呢 终于呢把这个斗篷啊 像小马哥一样的一个风衣啊 能够修正到人物的后面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但这款玩具本身呢 比较大的一个缺点还是在于说 这种先看来看你会发现 那整个人物啊已经变成扁掉了 就变成只有半身人 真的是切一半的感觉 后面归后面 前方归前方了啊 那么呢在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腿部是需要做一个反 需要做一个折叠啦 所以里头都是空的 但是呢 空一点也就算了 你整片人从头空到 啊不得 应该说从颈部一下空到 脚踝啊 这个确实是有点令人发指啊 那后方的这个背包的话呢 就部分就是比较重 但是还好啊 它的后脚跟 非常的巨大 人物的站立性来讲 基本上呢 问题不是很大 然后它的武器的部分呢 也有很好的一个收纳啊 除了握持在手上之外 它也可以很完美的 放在这个斗篷的后方 而这个斗篷后方 也是你在变形成车辆的时候 可以不用把武器拆下来 就这一体变形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背包 在电影里头 我们还是能看到 它的背部的造型 这个虽然没有完全一致 但是意思也到了 然后后方啊 再整理这几个部件 整个车车轲壳的话呢 车顶的话呢 拆成前半部跟后半部啊 前半部在这里 后半部就在底部 然后翻出来 这里就是一个引擎盖的前方 而且啊 各位你也看到了 这一款玩具的话呢 另一个缺点啊 就是它的一个C型扣 很多 但是都不是很稳啊 这个地方容易掉 还有这里也是容易掉 这个灰色啊 这个灰色这两个 这样夹过来的这个部分 这里稍微扭一 它是上下有一个 这样说了 它上下是有一个可动啊 这里 可以上下动 两侧都有 但这里的话呢 你看 我再扯一下 我再扯一下 这一块就掉下来了啊 就非常的让人觉得不爽 这里可以往上动 但是一样 推态用力 后面的这个夹持力度不够啊 这片又飞掉了 以及它背后的这一块部件 这里啊 跟这个地方有个球管锁扣住 这个部分的话呢 如果你变形的时候呢 不够手令 还是容易去转下来 所以说这一款玩具 容易掉件的一个缺点 也是让人觉得很生气啊 那再来 有一点我不解啊 它的手臂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啊 我不知道这一块部件啊 这里为什么多一块凸啊 灰色的这个地方多一块凸啊 导致说我手臂往下转了 它这个凸已经卡到了 你再硬转的话 我怕会断掉啊 我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子 另外一侧呢 我感觉是应该是没有 总而言之 这边转起来 是比较顺的 也是有了 但是它没有影响那么大 总而言之 它的一个二头肌 非常的紧 那其他地方的话呢 则差不多 那膝盖稍微有点 感觉就是稍微不够力 稍微松了一点 不过实在是太单薄了 对 只能说太单薄了 那人物的这个最大的玩点在哪呢 我想也就是 它的这个斗篷的一个摆放 这一片啊 你还是把它当裙甲吧 遮一下这里啊 你看到这个地方 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啊 你还是把它放下来 虽然你很想把它掀起来 但一掀起来就各种走光 不是很好看 那后方这个地方 你完全张开 到什么角度 完全去看你个人的喜欢 那它的人物的话呢 有一个经典的一个从赛博坦的飞机上面跳下去 然后对着追击而来的这个敌人啊 做开枪的这个动作啊 说了一句啊 我要去跟仇恨约会啊 看上去很帅气的就跳击了 那在跳击的时候呢 还顺便呢 帮这个主角啊 解决了一台的一个追击的追兵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吧 你只是自己先逃了吧 以你这个家伙的性格 难道你不是一个人顺便逃掉啊 那能够顺便打死这个敌人 就顺便打死 打不死 反正他们也是追着主人公去了啊 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准心这个人物我还是比较喜欢 甚至可以说 变这张电影的话呢 在第四集之后啊 虽然说造型大家不太喜欢 然后变形各种脱弓减料 人物也很容易被打碎啊 各种等等的一个缺点 但是呢 在博派小队成员的性格的塑造上 我相信呢 四跟五的这五个博派五小强 应该比前三集的五小强 我认为应该是更讨喜吧 只要有个嘴炮王啊 或者是 很喜欢这个跟人类互动的这个探长 或者是自言自语五十道精神的这个 Draft等等 大黄蜂是重复就不提了 那我觉得准心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头雕 我觉得算好看 比起前面几个的话呢 我觉得是有进步 OK这个净凸板也比较帅 那这个的话 眼镜的部分 头上的眼镜 做出不对称的一个造型 包括脸部的一个侧边 我们记得它在第四集的时候 它好像就拆掉一个敌方飞船的小零件 那时候它好像有把这个像是显微镜 还是什么放大镜的东西给戴在身上 然后这个因为第五集的涂装实在是太弱了 所以就看上去不好看 面雕是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 那可以说还原度来讲吧 前面两集的 前面两款的玩具跟这个家伙是没有得比的 但是由于它的身体呢 被拆成了比较多的部分 甚至是只有半身人的状态 而先前的两个模具的话呢 则是车壳包人 所以它的人物的手啊脚啊 身体的这几个部分的话呢 保存呢是比较完整的 那当然这又扯到变形金刚 这个玩具的一个特点啊 你要把人转成载具的时候 你要把造型做的很还原很漂亮 那你势必就要拆解出更多的零件 那如何取舍的话呢 这个就是看设计师的功力了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SS92号准星的变形过程啊 那武器的话呢 我已经先把它收在披风的后方 那在变形的时候呢 我习惯先从腿部开始啊 一边讲腿变形 然后一边把拳头偷偷收进去啊 我们这个腿的话呢 要先给它做一个整体的一个缩短 那缩短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是先把这个腿的话呢 往内这里啊 往内翻进来 然后呢转一个方向 我们只要记得把这个凸啊 朝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重叠折上去 另外一腿也是一样的啊 把这个腿给转进来 然后呢这个啊 这个凸朝上 然后这里一个向上折上来 再来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重要部位这个地方 把它往下面 搓下来一个90度之后 再把腿往前转90度 啊 这很明显就是一个 把腿部整个缩短的一个变形结构 那这里到时候会组合成一个 大的绿色的凸 到时候要跟车引擎 内部有一个动作结合 目前这里就是暂时放到这就行了 那如果说你啊 比较挑剔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啊 趁这个时候呢 把这一个它的一个大腿内侧的这个关节 如果你想要把它调漂亮一点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影响不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变形上半部 披风这里啊 这里的东西干涉比较多 各位可以按照我的一个流程来变 你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 首先的话呢 把手呢 转180度之后推到下方去 先到这里就行了啊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怎么做呢 把这个部件先推这个部件啊 记得先把这个侧边给推到前方来 推过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转轴方向转过来 然后把它整个先暂时压平 这个步骤呢 至关重要 先把这两个部件移过来 再去整理这里 不然到时候一定卡了一塌糊涂啊 那我们再来怎么做呢 把后面这个地方给打开 那这里是一个C型扣啊 这片部件变形的时候喷掉啊 是常发生的事情 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一样 把它往前面转上去 那你看到整个车顶已经 推到手机 整个出现了 我们呢 利用这个地方这个转轴 把这整个车顶盖 给转到前方来 那转过来的时候呢 那个球关有时候是容易松脱的 那松脱就只好再把它给装回去了 那到这边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内部 有一个绿色的洞 跟侧边 这个透明件可以做一个结合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先稍微整理一下 车子的内部 稍微把它调一下 把它弄平 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些组合了 首先的话呢 这个地方手臂这里 手臂的内侧有绿色的洞 然后绿色的凸在这里 它要扣进里头 有这个组合的一个洞 就把它给往上面推进去都可以了 那里头的灰色的洞呢 有左右两侧 我们要推外侧 推进外侧这个 把它给扣进去 好 然后的话呢 那这里 我是建议这个时候先把这里组合好 因为呢 两片裙甲这个地方 它跟引擎盖的组合呢 是这里有一个透明的凸 这里还有一个透明的凸 那我们的这个裙甲呢 都要在透明的 绿色的都要在透明的上面 所以我们先把它移进来之后 由上往下按下去 按下去后手稍微扶一下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 那个脚的一个斜尖吗 脚上不是有尖吗 两个组合出一个凸 把它扣进那个洞 好的这样子 引擎盖就算OK 这样是比较完完 比较简单的一个变法 最后就可以把这两侧都扣起来 这边 跟这边两侧都扣起来 应该是说扣这边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它这些公差算是很准 但是你就是留意到 这两片不要让它蹦出来 到这边扣进去 这边一样把它给扣进去 这个变形的话呢 如果你按照这个流程来变会比较简单 最主要就是这个车子的侧边 一定是第一个反进来的 先都不要动弃它的地方 那最后就从这个地方往下反折下去 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把它扣上就可以了 那它的变形呢 其实也不难 但是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到第一喷溅 然后它的吸行扣 很多都是没有这个锚钉的 再来就是变形的顺序如果不对 你会卡得天荒地牢非常的难受 那么它的车型态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尺寸好了 我就拿现在的Deluxe 你跟它比好了 很接近 可能它稍稍大一些些 然后滚动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那果不其然 为什么滚动性会这么优秀呢 因为它是一个打锚钉的轮胎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那这两把枪呢 我暂时就再把它拿下来 因为它这个两把枪在侧边 也说手一碰到呢 就会滑落掉 会在里面晃啊晃啊 很讨厌 那我们刚刚在整个变形的过程中呢 再把它给压密合一点 好 在整个变形过程中呢 我一再地强调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后面背包 拆解成车辆的顺序 第一个步骤一定是把这个车子侧边 也就是披风的部分 先从背包后面 第一个步骤是先把它给折到前面来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当然这个手先翻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部位折过来 它就会在变形的时候比较流畅 那其他要注意的就是这些 C型扣的吊件啦 那由于是透明部件 那有时候玻璃 所以你可以看到机型的挡补 甚至这里可以看到机型的 额头在这边啊 暗中观察的样子 涂装呢还算过得去啊 我这个手这里为什么 一直扣不上去啊 这里应该是扣一下就好 好了没问题了 就手臂的一个护甲在这里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变形也不难啦 也是有趣 还原度呢 也远胜过先前旧的版本 整体来说都是有进步 但硬要说就是有一些零件容易去喷掉 然后人物的话呢 就是只有半身 它的腿的后方跟身体的后方 几乎都是空的 不过由于它有这个披风 这个抖篷风衣的关系呢 其实也是达到了一定的遮盖的程度 整体来说还是有进步的模具啦 因为准星的话呢 电影戏的话呢 目前也就四级五级 还有这一款 那越后面的设计的话呢 都是会比较进步啊 毕竟第四级 那个是非常低龄的 尽管我还是蛮喜欢它一个简单的变形啊 但是如果你要兼具到 三方面 变形 人形 跟载具的话 那这一款SS 应该还是最推荐的 但是做工真的是稍微弱了一点 好 那今天就给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